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资者支付了100元权利金 买入一张该股票认购期权 假设合约单位为100 行权价为10元 那么到期日在X股票价格分别为9元 10元 11元 12元 13元的五种情景下 投资者的收益情况是有天壤之别的 到期日股票价格9元 买入期权的损益负100元 到期日股票价格10元 买入期权的损益负100元 到期日股票价格11元 买入期权的损益0元 到期日股票价格12元 买入期权的损益100元 到期日股票价格13元 买入期权的损益200元 可以看出 即便是锁定了最大损失 但是这种损失意味着付出的权利金全部打了水漂 你说风险大不大呢 对于投资者而言 股票期权的权利方也总是面临着一些风险 不容忽视 第一 可能损失全部权利金 投资者买入开仓后 无论市场行情如何变化 不需再缴纳和追加保证金 远离爆仓的噩梦 最大损失就是买入成交时所支付的权利金 这是权利方的优势所在 但是如果持有的期权在到期时变为虚值 那么您将百分之百损失掉付出的资金 从这一点来看 如果投资者把买期权纯粹当作赌方向的游戏 那将面临血本无归的风险 第二 时间价值损耗 作为期权的权利方 最不利的就是时间价值的损耗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随着到期日的临近 期权的时间价值减小 权利方持有的期权价值就相应减少 也就是说权利方拥有的权利是有有效期的 尽管在一些教科书里 股票期权的权利方可能被描述为 风险有限 收益无限 但是在实际投资中 权利方面临的风险并非如想象中的那么小 因此 投资者持有权利方投寸时 仍要密切关注行情 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更多内容敬请浏览上海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教育网站 股票期权投教专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